接下來要跟各位講的是 礦物的用途 廉石礦物的用途 我把各家版本有提到的 把它整理起來就講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高齡土 好的年土用來做陶根石 所以以高齡土為原料 廢紙本裡面有滑石 廢紙本裡面有滑石 細細滑滑的 這個呢 鑽石硬度最大我們叫你背 硬度是模式硬度表 鑽石最大 極珍貴的寶石 鑽石很久遠一顆流傳 這是他以前的廣告的話 傳說他是女人最好的朋友 男人的悲哀 鑽石 做切割硬度的關係 其實鑽石還有很多 很特別的性質 但是我們國中就不理他了 因為很硬 所以做切割工具 然後石英表震盪頻率 這是日本人發明的震盪頻率 是不是我亂拍我沒有背 比如說震盪兩萬是一秒 剛剛兩萬是一秒 所以正常的石英表就是一格一格走的 然後就是一格一格跳的 因為兩萬幾秒 兩萬幾秒跳 可是現在有人跟你們跟那個鐘一樣 然後故意做的人可以一直走 那種很像以前的八條那種 石英的震盪頻率來計時 然後呢 魚母就這邊叫你背過了 做絕緣隔熱材料 赤鐵礦煉也是廢話 石鹽做研發也是廢話 炎炎啊 魚鹽做研發是廢話 然後魚母就叫你背過 還有你背的是 後面有一個什麼石英的那個人是要背的 石膏要做豆 這就是比較傳統的做法 傳統的做法就是加石膏 讓它能夠凝固啊 做豆腐啊什麼的 不會啊這樣做的 現在有人會加一些什麼羊菜什麼之類 不過羊菜瘦肉會化掉 所以不能夠熱 那只能不能 剛才講過石英沙做波就要背過 第一個跟這個都是要你背的事情 石英沙做波 然後鉛筆劑這個是李化老師教過的石墨嘛 石墨俗稱黑簽 所以鉛筆的簽是黑簽的意思 還是石墨俗稱黑簽 不是真的簽 這個是李化老師有教過的 OK 然後石灰炎 石灰炎可以練水泥 會提到他 然後消防衣有實免 我不知道現在的消防衣裡面 還有沒有實免 因為他是比較特別的東西 古時候是沒有問題 那現在基本上石棉禁用了 所以你們古時候學叫做石棉新網 現在叫做潮池纖維網 石棉禁用呢 第一個他本身那些纖維這些東西呢 會造成肺部的一些疾病 肺部的一些疾病 第二個呢他是一種自癌的物質 而且他造成癌症的潛伏期非常長 除了一般的肺癌症 還有一種肩皮瘤還是什麼 一個企業癌症已經還有關係 你可以呢50歲的時候得癌症 原因是你20歲的時候接觸過實免 20歲的時候碰過癌 然後80歲接觸 然後呢 你你記得的時候癌症發生 所以他的潛伏期很長 所以目前石棉禁用 石棉是不用的 然後呢 紅寶石 藍寶石的鑽石是珍貴的寶石 不是所有的紅色石頭 就叫紅寶石 叫特別的 這種偉大的學問 我們完全不理解 可能是以後如果你教育學員 你都會知道 然後我們說印度要在burr以上 為什麼要在burr以上呢 因為石英紗一度是7 那你要避免空性的灰塞 很多石英紗要避免石英紗的磨損 所以印度要在burr以上 用佛文來講 只要比7大就可以了 7.5也可以對不對 可是因為正常的模型度表 就只有12345678 並沒有什麼7.5這種東西 所以我就說印度要在burr以上 印度要在burr以上 ok 第一次就是正外保持 再來就是做建材 花章岩 大理岩 石灰岩可以做建材 比較常見的是花章岩跟大理岩 石灰岩可能少建議 而且在台灣石灰岩開的房子應該不好 酸魚 好酸魚 都會不會輸掉 都會輸掉 然後安山岩 石灰岩 石灰岩 石灰岩講過是個便子岩 便子岩 來看一下 這就是他們的用途 沒有很重要 沒有很重要 反正就是死背一些東西而已 這也是死背一下 我幫你把各家版本的用途整理起來 給你看一看 你就記一記 那麼之前就講過 什麼雲母做絕緣 石灰岩做玻璃 這個東西你就要給我背清楚就對了 ok嗎 ok ok